不成全力更迭 不过雪兰儿的东铁路线 确定不会变动 掌管雪州地方政府 公共交通和新村发展事务的 行政议员黄思汉说 在雪州 东铁主要涉及 儿脉、巴生、刮雪和污雪四个地区 只不过 州政府也希望中央政府 能够考虑在雪州南部 增设附加路线 请提供一个沙漏路线 在北方的沙漏路线 将会给国家公共交通 而国家公共交通 希望这些资料会 被国家公共交通 黄思汉在雪州议会指出 东铁在雪州的北部路线 全长大约90公里 涉及面积达到1874英亩 当中也包括了32个森林保留地 2018年西蒙政府时代的东铁计划 一度改成了雪州南部路线 主要涉及刮拉冷月和巴生港地区 只是后来换政府了 路线也跟着变动 从南部路线又改回北部路线 雪州政府在2021年 曾经要求中央政府改回南部路线 以配合雪州经济发展 为人民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